熱帶性低測量兩個系統的雙重影響 所以雨勢上來講一定是非常明顯的 也容易致災 所以請大家今天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縱觀天氣系統的部分 我們由雲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在雲圖上最明顯的雨帶 就是從我們的東北側的海面 一直延伸到我們的南部 以及到廣東附近沿海這一帶的雲帶 它就是西南氣流所造成的影響 可以看到它的對流是發展的是非常旺盛的 另外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臺灣周遭附近仔細來看的話 其實是熱帶性低測量的環流造成的雲帶 所以臺灣附近今天的天氣是非常的不穩定的 臺灣的本島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今天都容易有短時的強降雨 容易伴隨著雷擊跟強震風等等 比較劇烈的天氣現象 而且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還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特別是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今天還有可能出現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這個系統的移動其實跟熱帶性低氣壓的移動 是有點關係的 我們由前世路徑預報圖上來做個說明 最新的位置其實是在八點的位置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竹苗一帶的 對桃園新竹一帶的近海的沿海 那未來的趨勢其實它應該會受到地形結構的破壞之後 那中心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那結構會重整 但是整個趨勢上來講會往東 併入到我們剛剛講的我們東北側的低壓帶之後 那再重新發展起海之後持續往東北方向移動 所以今天整個低壓 就是整個熱帶性低氣壓 低我們是最近的時候 那影響我們也是最明顯的一天 那之後到了明天 它就會逐漸的遠離我們 影響的話就會明顯的開始變得比較低 那整個伴隨著它移動出去之後 那西南氣流的移動也會 強風軸也會逐漸的往東移動 那對我們的影響的話 就會相對來講會今天的比較變得低一些 那從累積雨量上來看 其實可以看到今天從8月6號 就是從昨天一直到今天早上9點的累積雨量上來看 整個中南部地區都非常的明顯 那特別是嘉義以及高雄跟屏東的山區 雨量是特別的大的 那累積雨量上來看 從昨天的零時到今天早上9點 累積雨量是高雄的桃園區有688.5毫米 再來在屏東的霧台也有685毫米這樣的累積雨量 那嘉義的阿里山其實有到達601毫米 那南投的信義鄉也有超過500毫米以上的降雨 這種雨量其實是相當的 累積量相當的大的 那從短時的強降雨來看 短時強降雨的部分其實在60分鐘雨量的話 其實最大是發生在屏東的霧台 那早上9點10分的時候有到達114.5毫米 那之後高雄也有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另外嘉義、澎湖、台南 嘉義跟澎湖時雨量也有到達80毫米上降的雨量 那60…再來180分鐘雨量的部分 對不起這個是3小時180分鐘累積的雨量部分 在屏東跟高雄都有超過200毫米以上3小時的累積量 是大毫雨短時的大毫雨 那另外嘉義、澎湖跟南投其實也有到達短時毫雨這樣的3小時的雨量 那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說明的就是線況的部分 從線況的部分上來看 目前我們影響我們的雨帶最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我剛講過就是西南氣流造成雨帶 它的影響是比較偏向在我們的南部 而且甚至是在我們的南部的山區這一帶 就是嘉義南山區這一帶 另外是雷達就是在熱帶性地域要環流的雨帶的附近 它就不只是影響到我們的中南部 連中部以北地區都會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在整個降雨的趨勢的部分 未來降雨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白天特別是今天上午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降雨最明顯的時候 整個白天其實雨勢都非常的明顯 晚上相對於白天也稍微緩一些 就是晚上相對於白天雨量稍微緩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降雨在今天晚上發生 我們預計要到明天的白天之後才會明顯地緩和下來 這個是我們在雨量的定量降水推估 那雨量趨勢的部分 特別由定量降水推估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因此我們現在就針對未來的降雨區是已經過去的雨量做這樣的特報 目前在澎湖在我們的馬祖跟澎湖以及我們台灣本島附近的苗栗以南地區 普遍都有豪雨上的降雨 都有豪雨上的降雨 特別在南投 嘉義 高雄跟屏東我們有發佈了超大豪雨 那另外的話在台中雲林的山區以及台南地區 我們有到達大豪雨這樣的警戒 這個是提醒大家未來要特別注意的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浪高的部分 今天因為受到西南氣流以及熱帶性地下兩個系統雙重的影響 其實浪高的風浪的部分都是比較大的 可以看到最大的部分其實就在我們的西南沿海 我們的西南沿海有可能到達四到五名左右這樣的浪高 那其實在我們的澎湖金門馬祖這一帶的海面 也有可能到達兩到三米以上這樣的浪高 所以今天的浪高是比較大的 而且今天在桃園以南西南部 在我們的桃園以南東南部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還有九到十級強震峰的出現 大家在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在我們的 雖然說風熟是比較從南邊過來 但是在我們的就是整個熱帶性地下逐漸通過之後 在我們的基隆北海岸這一帶的風速 也有可能是比較強的 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的雨勢是最強的 整個西半部地區要嚴防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那澎湖金門馬祖其實已經在我們講的 馬祖跟澎湖已經有好雨發生了 今天還是要防一陣一陣的咒雨跟強風的這樣的現象 而且今天是釋逢大潮 在漲潮的時候排水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今天再加上南部中南部地區 今天可能一整天都會持續的下雨 所以在沿海跟低洼地區一定要盛仿激淹水的現象 還有提醒大家最近的地震是非常的頻繁的 所以大家在山區活動 尤其是山區今天的雨勢比較大 大家在山區活動一定要特別留意 貪邦跟落石的現象 另外沿海跟礦礦地區 還是一個風強浪大的現象 大家要特別注意 另外這兩天是假日 而且是適逢富清潔 大家或許有開車行車的需求 所以在雨中行車一定要特別路況 注意自己的安全 以上是今天最新豪雨事件的內容 今天為了很安全 感谢观看